大家好,我们来看今天的赵孟甫,每日一字 写 写立一个写,一个十,三个立,这样子 凯树而言,我们说 左边这个一般是写成一个十字 但是有的,是写成一个树心,两者都有 右边只有三个立,大概都差不多 在右下角最大一点 上面这个可以写短,稍微扁一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书法看到,其实写十的反而比较少 写树心的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们来再看一下,用树心的写一下 来,这个比较,我直接 树心用稍微有一点酸素的味道写一下 一点点流畅在里面 这是树心旁的写 然后呢,我们说有的这个立,是把它写成刀 来看一下 树心旁把它连起来写了 它是写成一个刀,大概长这个样子 那树心旁,当然可以更流畅一点 我们整个把它连起来写 那这个要立,要刀,其实可以 嗯 呃 就,租一点少一点都可以了 大家自己再调配一下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 左边的树心旁跟右边这个立 都分别是可以做某种省略 那我们来看 先看右边 左边我们真不要做太大的省略 右边这要小心 好 好,左边这个立 好,左下角的立 改成这样 绕一圈 好,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 这样 没有再勾上去了 直接绕到右边 再绕到右边 好,这个要 好,学起来 这很重要 或者是上面 好,直接写成一个立 然后左边呢 好,有时候 就是树心跟石 好 都差不多啦 好,就写成这样子也可以 然后带到这边 我们把它写成一个立 好,反正都差不多 如果写成立 刀都行 刀啦 好,最后面呢 树心旁 还有另外一种 比较 吵法 我们先写 这个树画 好,然后带过来 这样 好 大概是这个样子 谢谢大家